普天同庆的一个佳节 然后在5号的这样一个节日的晚上 我们有幸的请到了 两位这个在研发管理上 不一样的一个背景 不一样的领域的两位大神 那么一位是柴峰老师 一位是杨修文 待会呢我们会有专门的片子来介绍他们 也会请他们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那同时呢也诚挚地感谢 我们线上的所有今天来聆听 这个我们这个今天分享的 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新老朋友 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先开始了 那继昨天这样一个变革这个话题之后呢 我们今天就进入到一个研发 因为也是由于 尤其是以汽车行业为代表 这个中国的随着高质量的发展 这样一个大背景正向开发 然后呢这个创新越来越轰轰烈烈 尤其是汽车行业 以制造业再加上能源和信息 三大行业的这个制高点在交汇在一起 用前百度CTO陆奇博士的话 就是这真的是很少有这样一个行业 面临着这样一个百年未遇的一个变革 所以作为老汽车人的话也是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 跟大家聊这么一个重要的话题 可能呢我们也只能管中窥报 从一些自己的一些实践的角度 去和大家进行分享 那可能今天的交流也是一个开端 后面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地和大家共同探索 那我们就往下走 请片子移到下面 我们应该有两位老师的介绍 首先我们非常热烈地欢迎杨修文 Bruce 他是来自于主机场 现在下面的技术中心 那么在这个汽车领域也生根了十几年 其实最早的时候他也在博士做过 也是我的老东家 然后所以他既有T1也有主机场的双重的这种经验 然后并且也是难得的在一线做软件研发管理 这样一个背景 这几年也是见证了这个软件定义汽车 这样一个变革 剧烈的动荡带来的对个人对组织的冲击 所以呢他也今天我也带来了他的书 看得见我吗 大家也可以那个嘉宾或者是修文 你可以打开打开一下视频啊 待会肯定会跟大家大声招呼 还有柴老师我们的本家 其他的小伙伴也欢迎 如果你的那个信号是允许的话 也欢迎大家有一些face to face的这个这个 连接啊 所以在我这个屏幕上就是杨秀文老师 今年刚刚出版的书我也有幸给他做了一个序 那么但是很惭愧也是最近为了这个直播 认真的败读了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本 很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如果线上有刚刚入这个行业的 更加推荐 其实是他写的是非常通俗一懂的 那修文你自己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嗯好的 这个陈老师没有赞了 大家好 那个陈老师好 先生呢 你的视频好像没打开 看不见吧 哦 那我可能要先把这个退出一下 哦 OK 可以 这个是 怎么进不到那个会议的主页面 会议的主页面 哦 你可以enshare一下试试看 然后你能不能那个 还有本身摄像头打开了吗 摄像头 本身摄像头 OK的 我把这个边 哦 现在一个OK 好的 大家好 其实我来能重新再投一下 嗯好 其实我和那个陈老师线下交流过很多次 这个线上这种模式是第一次 就比较新的体验 对 希望今天和两位陈老师交流 一方面是能 就是能解答我的一些工作中的一些疑惑 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能 我们能碰到一些新的灵感 也给线上小伙伴一些启发吧 希望能带来一些启发 嗯 刚才我的介绍有没有不到位的 你也可以补充哈 嗯 我因为我 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的一个大概背景 因为我是陈老师 刚才大概讲了一下 呃 我的经历 我算是一个老汽车人吧 因为我所有的工作经历 都是在汽车行业 呃 在T1 呃 主机厂 都干过 就是各种职能 比如开发了 项目管理 系统 这个加工 呃 包括现在做一些 呃 就是像今天这个研发这个主题 呃 研发效能或者是软件质量 这个方向 就各个领域都做过 呃 怎么说感悟 也有很多困惑啊 所以说是 陈老师今天组织这个 平台 我觉得非常不错啊 希望能 这个包括我自己 包括先生小伙伴 我们能有一些收获啊 好的 你只要是我简单介绍这么多 谢谢 谢谢 其实呃 秀文非常谦虚啊 她的话 呃 最早 那个 就是 就是 就是她的那个公众号啊 也是呃 慢慢让大家关注到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 超级个体的一个时代 像秀文的话 可能貌不惊人 但实际上 她的文字功底 呃 加上这种工程的背景 呃 然后做过一线的管理 呃 这样一些综合的 呃 就是综合的这个 呃 这样一个背景 与一身 所以也是非常难得 那么尤其是 呃 自从公众号之后 也有出版社邀约他 所以也是在这种背景下 出版的这本书 呃 恰逢其实吧 正好今年也是智能化的 元年 呃 很多的ITICT的这种 呃 高科技的领域的 信息化的领域的 专家或者小伙伴 也进入到汽车领域 所以多少也是需要有 这样一本 书或者是这样一个科普的东西 作为一个桥梁 呃 其实今天不想卖书哈 我们其实自然而然的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但是确实我很佩服修文的呃 这个这个撰写能力 他的公众号也可读性非常强啊 好 那我们就待会儿再交流啊 待会儿再读修文再分享 我们现在有请下 呃 那个把PPT 哎 对 呃 是我的本家也很少见哈 这个除了小时候呃 有遇到过 然后真的成年以后 可能真是第一位 第一位本家 呃 这个柴峰老师 柴峰老师是欧德义 也是著名的那个软件公司 创始人是Less的 这个创始人 大家可能知道规模化敏捷 另外一种流派 呃 跟Safe也是旗鼓相当的 然后 那么柴峰老师 最早是那个 来自于山西啊 很有意思 他其实 现在work base也在山西 在自己家乡 他是我的老乡啊 呃 是吗 对 我就不知道你们俩 哦 这样子 我是比较健忘 对不对 他因为我记得是因为最近 悟空刚那个出来 所以 而且他是 呃 那个 有一次出差 我们他是专门从山西 呃 过去 所以特特 特别感动啊 就是做事情很认真 然后 我可能介绍不到位啊 柴老师 你自己在 在在补充 或者是说一些 自己特色的东西 就是 他是我认识比较短的 但是我们交流 其实还是蛮多 蛮充分的 然后 那么怎么会想到 这两位老师 实际上 可能有一些 这个直觉吧 因为他们两背景 不太一样 然后大家都在 这个 呃 这个 都是弄茬儿嘛 就是现在在 呃 追着这个智能化 也 或者说这样一个浪潮当中 去做一线的一些实践 和探索 在这过程中 像刚才秀文讲 他有很多的困惑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呃 呃这个 听到各种的 Buzzword 各种的概念 各种的新技术又 发展那么快 实际上是会有焦虑的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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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掌握不透的东西 那么呃 其实柴老师很特别啊 就云淡风轻的 就是 就是呃 真正真正是在 IT这个就是软件工程 这个领域 有自己的造诣 所以比较少见的就是 我在他身上是看不到 那种焦虑 然后呢 嗯 就是对于这个真正的智能化 尤其是他前几年去 甚至去德国的宝马 也做过一些咨询 然后 我我我这段故事可以分享啊 没事啊 就是据他说 就是实际上 刚去的时候 也是老外不太 不屑嘛 就觉得 你中国人 可能软件这个东西 不一定会有什么 呃 特别 那个有什么造诣的 但是后来他说 就短短的一个多星期 还是怎么样 就成为了他们的专家组 那现在呢 他自己也是另外一家 大型的这个 应该说非常头部的 呃 智能化的汽车 这个供应商里面 在做呃 连续的做咨询 呃 尤其是是在自驾 是软硬件的 大规模的开发 然后呢 越来越深啊 所以这段 就有请柴老师 自我自己来介绍吧 你现在的课题 或者说 你这几年 踏入这汽车行业 你的观感 嗯 嗯 好 大家好 我叫柴峰 嗯 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 我其实一直都生活在 山西太原 但是山西里边 其实也没有客户啊 所以我 我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要 到处出差 比较多 嗯 然后我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 嗯 基本上一直都是做 都是在 都是纯 都在软件这边啊 但是那个研发的项目呢 其实也包含 从 一直都有涉及到一些硬件 其实从 嗯 从大概最近六七年的时候 才真正的开始去做 呃 其实也包括像在宝马那边去做 嗯 这几年 我的 这几年 我的这个工作 其实跟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啊 其实也虽然说一直都是在做技术咨询 但是这个技术咨询的具有方向的 其实也从 也可以从现在整个世界的呃 比如那个 一些格局的变化 或者说这些国家 这些政治这些变化 也能看出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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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端倪来 呃 我这几年其实做了更多的是都是 超大软硬件的研发的工程能力的提升 啊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 那脏本 那个脏本 呃 增效 那像那个做研发的时候 嗯 其实在人 就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写作 其实是我们 其实是一个很 很 让人 很察觉不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然后这部分 然后这是一块 然后另外就是呃 当你研发规模变得很大之后 其实很多非常小的小问题都会变得 他的那个效应都会都会成呃 几成倍数的放大 然后以至于在规模变得很大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小问题都要去考虑 要那个很多的小问题在你规模 比如说只有几百人或者千百人的时候 其实很多问题都已经体现不出来 但是这几年现在这个研发规模是越来越大 像之前就几百人的这种研发规模的时候 很多小问题一旦上升到上万人的时候 那这个他带来了那些成本 带来了一些损耗 就会非常的 你这没法让人去忽略 所以我这几年做的事情 其实也包括 嗯 也包括像那个 那个地缘斗争 地缘那个像中美 贸易战这些 那其实从不管从技术 还是从呃 从那个产业链上都开始有一些分割 然后互相都开始有一些呃不信任 但是这种不信任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像要向客户 想证明你的产品是是安全可靠 并且是呃不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后门漏洞 那这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都有 只不过在这几年越越来越更为突出 尤其是在巨价这块 那现在巨价其实像前前两天还刚好有一个新闻 是德镇的欧盟那边现在也新出了一个法规 然后要对中国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增加那个关税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这方面的一个体现 对 现在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这一块 然后那就一会我们可以再就这些话题 然后再具体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柴峰 那这个两位老师大家可能已经从他们的自己的一个介绍里感受到了 就是我今天在想为什么会请他们其实也是蹦出来脑海中蹦出来 其实我们这个邀请整个组织是9月29号做的开始发起 中午大概是下午开始邀请第一位 然后明天出场的那位创新的老师 柴老师也是和那个杨修文也是当天的29号那天下午开始邀请 可能临近傍晚了 然后第二天基本上开始国庆休假的时候已经海报就能发出来了 我想说这一段是想说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直觉感受到 但我今天在想蹦出这个词是什么呢 就是假如说如微软的那个CEO说的那个创新是需要同理心 就是讲用户的那个洞察等等啊 是需要同理心的话 就是我始终相信其实工程思维 工程文化是需要humble 需要谦逊 需要有敬畏心 那可能这两位老师我在他们身上是强烈的感受到这种 这种非常好的素养 这是也是我们其实是现在国内需要倡导 也是有点缺失的 好的那我们进入正题 那今天的那个直播非常有幸 请来两位嘉宾 我们把精彩留在后面 我们先从今天的整个脉络呢 是大概草草的定了一下 然后两位老师可以自由发挥 我们PPT往下一页 谢谢 然后这一页就是那快速自我介绍一下 可能线上有一些人是对我非常熟悉了 我是艾索的创始人 艾索咨询 我之前也是在汽车领域做了将近20年 在博士前前后后动力域和底盘域 然后也接触这个也了解着支架域等等 然后那这几年的话也是在这个咨询领域 给一些汽车主机厂和供应商做一些咨询服务 然后有幸见证了这样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变革 并且在这过程中我们的服务都是围绕着 软件定义汽车这个变革 比如说DevOps 比如说那个重新搭建一些这个BPR 就是业务流程再造啊这些东西 好 然后其他就我们就往下吧 好 OK 行 Hello 对对对 有一点卡是吧 行 那我们就 对再往下一下 我们的脉络会从 为什么会发生演变 有的时候我们个体 尤其汽车行业就是分工非常细 我们在水里游的时候可能感知不到水的存在 所以当其实自己在这个分工很细的垂直领域去做事的时候 每天日复一日 可能不一定会感受到这个研发管理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所以会邀请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全景图大背景会为什么会演变 然后到底变了些什么 发生了什么深刻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变化是最可能带来挑战的 这个用经济学家哈耶克说的就是所有的经济体最大的挑战就是应对变化 并不是赚多少钱赚多少利润 因为有的时候即使响应不了变化就有可能就衰亡 或者甚至是被淘汰就正如恐龙一样再强大 它有可能不一定适应这个环境 所以这是第二趴我们要讨论的 那第三趴我们看看大家怎么做的 就如柴老师总跟我讲就是没有最佳实践 那我们就改个词叫良好实践 把各自见到的听到的 你们认为的方向去来拿出来跟大家探讨 我们也非常欢迎再次邀请线上的小伙伴 把问题敲在屏幕上或者是视频号上面 我们的那个后台助理会收集 在最后做一些互动探讨 今天的分享是非常非常希望有小伙伴举手提出来 就是随时那个流到后面来提出来 先tap就敲到那个字幕上去 好 那我们先从 先用一个影子来给大家 用几张PPT作为一个影子 说一下这个整个大图景吧 因为刚才也讲到这个制高点 我们往下一张PPT 首先这个汽车 怎么会来到智能汽车这个高速发展 实际上用宇宙起源理论认为 复杂的系统是智能的 它能针对环境的变化而做调整 而这个智能不是那个我们狭义的智能 然后所以它是能变通的 能做响应 而这个智能所在之处就是 用能量加信息来做减商 人类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所以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减商行为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理论背景 不变的不变就是能源加信息 这个很多的未来学家呀 经济学家也都有这样的一些论述 所以说那我们有幸作为二十多年 甚至其实真正的汽车行业是三十多年了 之前也看到过非常土 非常老的老一代的这个汽车 那现在有能源和信息 两大新兴产业的加持 所以呢 我们现在是确实是有剧烈的一些变化 这个如右边这张图看到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是以计算机为代表 第四次就是智能化 网络物技或者人工智能 然后呢 人类每十年就会诞生出一个母生态 那我们知道前面就是手机 ICT行业 所以之前我有一位伙伴 他也说过 他说柴老师 咱们俩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历史的画卷 说那个从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 他经历了 然后呢 我们一起经历这个从功能车变成智能车 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左下角和右下角都说了软件和硬件的这个指数级的密增长 一个是软件的话 现在一台车的话起码的是一个亿的代码行数 那个我们的算力也指数级的增加 那么在这样一个巨变之下 我们往下一页看看 包括从需求册的话 这也是这个昨天在讲变革的时候 也用了一张类似的这样的图 就是说前面的一万五千年人类文明都是平缓的 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就陡峭 而且尤其是现在的这个 那个智能刚才说的那个指数级 这个增加这个就是变化的话 我们我们的用户啊 我们的90后00后 越来越年轻的用户 也是个体需求的极大多元化 极大的不确定性 就前两天因为我们也最近在做一些 给政府做一些研报 我们调研有一份报告说 比如说智能化 就是智能驾驶 刚才柴老师柴峰 他也在做智能驾驶的这个功能的 郁郁的这个咨询 像智能驾驶这个功能 现在也是今年是元年在PK 但是在21年的时候 实际上用户对于他的关注是排名第14位 在今年的话 可能从去年开始 这个NOA 城市级的NOA 这些功能就已经成为第五个 他们选车的要素 所以这个就说明了 在我们身边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需求也在剧烈的变化 所以进一步的催生 那个不好意思 这个PPT有点 有点好像超前了 有点自动 那我们麻烦拉到第八页 对对对 那讲了这个大背景 我们来看一下 挺有意思的是 已经下台的这个大众前CEO 第一次曾经说过 我还是非常认同 他当时二英也说的一句话 车企向电动汽车转型 其实并不难 也就上半场电动化已经 基本上已经这个 形成一个 比较稳定的格局 上半场结束 但是其实他说 汽车行业真正的游戏变革者 Game Changer 实际上是自动驾驶和软件 而不是电动汽车 这里面可能呼应一下 刚才柴老师说的 他就从IT行业 再来到超大规模的软硬件 这种汽车领域 就发现这里面的这个伤增啊 这里面的研发的损耗 非常非常多 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原因吧 所以玩家在里面玩的话 怎么样再提升这部分自驾 或者说更进一步说 软件定义汽车 这个新的一个课题 把它完好 包括组织的体系力 整个流程的整个的精益化 还有这个工程式文化 组织的业务的敏捷性等等等等 诸多课题 所以的确是一个 深水区真正的考验 才开启 所以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也是让我们觉得 有必要今天来交流的 我们往下一页看看 我还有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留给老师们了 这个就是前面的一个影子 那后面的话 我自己吵你的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现在大家也会非常热 讲这个研发管理 就是可能马上脑海中跳出来 是Aspice 这个V模型 实际上我看了修文的书 也知道V模型 Aspice不是一个新东西 然后又有会说 研发管理 那就是IPD 是不是有IPD就够了 甚至或者说 是不是敏捷就够了 是一个银蛋 这里面可能也是 在今天的交流当中 多多少少会谈到的 那百年纯淀的整车开发流程 何以会需要发生 这个变革 这个现在我把这个问题 先抛给两位 你们看看谁来分享好吗 我们可以unshare了 就是这部分 就 把那个可以 就是整个聚焦在老师们的 那个 你们可以展示你们的屏幕 边说边那个 那个修文现在 要给我简单 简单分享一下 麻烦你可以把这个unshare 就是先共享了 结束共享了 对对 这部分先继续共享 对 会干扰 干扰 对 好 谢谢 其实刚才 陈老师那几个问题 总结了 我觉得很好 给我一些思路 就是说以前机制行业 因为我是大概10年左右 有时候进入机制行业就开始去一直在研发领域 包括早期可能在工厂一些这种精益作为一些 后期一直在研发领域 早期呢 就是我以我现在这个职业做一个影子 就是以前在 比如说10年15年之前 一场或零不见 就是在研发领域 像研发管理 什么研发效能 质量这种质能 其实 是有 但是说 他 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 用个变化 这个词可能不太好 但是说是他这个 这个角色 确实比较弱化一点 但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 在以前呢 比如说是以机械界为主的这个领域 或者是 小型这种 确实软件为主的这种研发领域 对这块产品 它已经非常成熟 你不管你的流程也好 你的整个 组织形式也好 包括做协作模式也好 大家都比较固定 大家以某些主机上 比如说 通融大众 某几个主机上 或者是日系的 就是他有配套的几个 比如说外资的 有些小的可能 这种市场份 是你说 国内的一些民企 大家这种合作模式也比较固定 开发形式也比较固定 所以说呢 以前的这种 对这种角色的具体比较少 大家都是按照一个 可能前面 10年20年的 这种模式一直做下来 但是呢 什么时候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 因为以前 不管是从协作 协作形式比较成熟 比较固定 然后呢 技术方面也比较成熟 比较固定 像我们之前做的 就是说 有一个开发组 开发组去做 研究一个小的螺丝 这个螺丝呢 在国外的 有一个老头 他可能已经研究了 二十几年了 就这个螺丝排线 已经研究二十几年了 所以说 在这块领域 就是在阶段性的 它已经没有太多的 新的技术点出来 所以说 这是它的大背景 可能在那个阶段 我们不需要再去 对你现有的流程 做特征的调整 大概在 比如说 在往 2015年之后 应该是 14年 是未来 就是刚创立 14年 还15年 忘记了 就是刚创立出来 开始就是那两年 就是行业这种 或者人才的流动 也比较频繁 就是说 开始带来一些新的形式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 是现在 那家公司 已经倒闭了 就不提名字了 就是它带来一种 非常新的一种 合作模式 就是到这边去报价 然后它就是把 以前呢 我们比如说 就是TR1 TR2可能供一些 这种子零件 给这个TR1 去做这个模块的总成 模块的总成 再给这个主机厂 去供应 就是这种线线的 供应模式 非常成熟 非常固定 然后那个公司过来呢 它的 首先它的这种造型 是做的是非常夸张 或者非常那个 就有这种引领性的 它做了非常大的大屏 就是包括放到现在 它那种大屏的设计 也是比较具有引领性的这种 这种怎么说 就是这个效果吧 它的是具体的模式 它实际上 它对于它来说 它只做自己的 这种造型的设计 然后大屏是某家供应商 比如说这个A供应商 然后呢 硬件是B供应商 软件呢 可能又分成几个 比如说不同的 比如说这个 仪表的部分 或者安卓的部分 又分开不同供应商 这就是比往当时 带来的这种体验 就是 以前大家都没这么玩过 就觉得这个风险非常大 就是当时我负责这个报价 我就画了一条这种 以前的这种合作模式 和现在合作模式中 对于以前的非常简单 几个线条 现在我们非常复杂的这种模式 我们公司这种角色 都没有对应的人 去能去对应 所以说 当时高层也是做了个决定 觉得这个风险比较大 不敢去报价 就是 这是当时给我 影响比较深刻的 就是这个是 但是当时这个地方 还没有真正深入到 具体我们在开发内部 研发内部这些协作的变化 它只是在早期这种 比如说从供应链 这种 这个组织界协作的 形式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给我们当时 带来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一个冲击吧 就是当时觉得 非常大的挑战 不敢去接受这个挑战 然后再往后走的话 其实就是说 今天慢慢的越来越多 后来就开始 其实我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但是觉得还是变化 就太快了 刚开始就是 几个几个模块 比如我第一辆车 我们可能几个模块 是这么一个模式 然后很快 三个月半年之后 一个新的报价过来 它电子阶线架构 已经变了 以前这个模块 这个东西要搬到那一块 我们的组织架构 对应了 就要去调整 包括因为一些 做这部分的人 他可能负责的东西 已经是相对移 移到另外一个组织里面了 你的合作模式要变 然后包括你这个 软件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就是以前像 比如我们发动机这种代码 发动机控制代码 可能是五六百万 这个六七百万环的 然后那个 现在这个座舱的 比如这个 那个那个大屏的 就是座舱里面的代码 可能是两亿 或者几三亿好的 就规模安全 就是慢慢的 就是一点一点 这种变化就会提不到 你协作 就是组织模式 要去和新的这种市场 这种加入的 加入的这种 不管是新的这种 新生企业也好 主机人也好 要去和他们去 去做匹配 包括你这种 新的这种 整个电子系列架构 包括新的一些 安卓的一些系统进来 其实新的一些人才 都是需要去做 对应的匹配 所以说 你整个流程 就是完全打乱了 以前的 包括你现在的 以前的那种人才储备 人才储备 以前大部分 基本上 可能一些外资的 电子 T1有几家 他们也像这种 软件的人才会 有些储备 但是像安卓的 其实基本上 没什么储备 包括一些 后来有些这种 什么SoC的 有些后来 做一些这种 包括是一些云的 其实以前 系列行业都是 没有种储备的 包括新的人才 进来怎么去融合 所以这个整个 大背景 我大概就是 串了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就大的背景 包括外界大的环境 内部的一些 组织一些变化 包括技术的变化 整个电子电系架构的变化 都是 给整个 整个系列行业 软件这个 电子行业的人 带来这种冲击 大家都在 试图去调整 你这种 以前的模式 去试验新的节奏 所以说这是 他为什么 要变了一个 大的背景 我就是从自己的 一个青春体会 谈了一些感受 这是先第一个 我抛软引预想 就是讲一下 其实行业的感受 可以 陈宏老师从 我不知道是 陈宏老师是哪一年 就是开始进入 技术行业 可以谈一下 您的感受 秀兰 这个其实 我进的更不 其实我也不算 是在其实行业了 因为我们是 我们公司是做咨询 所以 其实汽车的行业 这些公司 其实也只是 我们客户的一部分 然后 其实我 虽然说汽车行业 这几年做了 不少汽车行业的公司 但是 还有 也有不少 其他的 像纯软件 或者通信领域的 其实还蛮多 因为我 其实一直也不算 汽车行业的 所以像如果说 要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汽车行业 要有很大的 这样的变革 这个问题 我可能也没法 很好去回答 但是我完全可以从 我这些年的从业 然后因为 因为我们的 很多客户 也有那些传统行业的客户 从他们这些影子里面 也可以看出一些 一些影子 比如在前几年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一些 传统行业的客户 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 说觉得这个软件 怎么做才能 才能帮助他们去提升 提升这些利润 真正 真正就是 把这个业务提升起来 然后其实 在对于他们 问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 很典型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们会把 软件团队称为 支撑团队 就是支撑团队 也就是那个软件 他们整个有自己的业务 他们这个核心业务 其实跟软件 跟那个IT支撑团队 是分离的 IT支撑团队 只是为了让他们的 这个业务变得更快 当然这个更快 可能也就是打了一个隐后 当每次说到这以后 就会有人觉得 那这有什么问题吗 那其实这个里面 就会涉及到一个 关键的转变 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那个旅游行业 好 现在比如说 有一个很大的旅行社 现在他们如果认为 这个IT团队是支撑团队 好 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 那这样的支撑团队 那对于一个传统的 旅游业务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他会提供什么样的 一些什么样的支撑呢 那可能比如说 就是把很多的 客户的信息 然后都入到电脑 然后方便的快速去查找 对吧 那这可能是支撑 但是大家现在也都 非常适应 在网上去 去抱团 去买 买机票买车票 那这其实已经 不只是简单单的 让这个软件变成一个支撑 而是让这个软件 真正成为它业务的一部分 当软件真正成为业务的一部分 或者说业务 其实就是由软件来组成的时候 其实整个你的这个业务 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现在的很多 在线旅游 这些网站 它其实对于这个旅游行业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对吧 那在在在有这样的人业务之前 你可能完全无法想象 这个互联网对于软件行 对于或者是一些软件的发展 对于这些传统行业能有多大变化 所以当时我会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IT就好比说是一个人的神经元 你的业务呢 其实就是你的这个人的身体 现在有这个 如果这个这个IT只是一个支撑 那它就好比是你辅助你行走的一些工具 然后帮你去走 那你身体其实并不算强壮 那当这个IT真正成为你的业务的一部分的时候 它其实会成为你 就像你的神经元一样 然后你的神经会非常的发达 你的动作也非常的敏 那在那会儿 这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 所以这里就是有时候 我会跟一些就是非IT领域的一些朋友 去讲第三次革命 也就是那个计算机或者互联网 这样的革命 就是整个IT信息 其实就是我们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 就像我们的神经元一样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软件的行业 变成我们我们这个业务的一部分 好那到现在最近这几年 其实AI又开始发展了 那AI在 其实AI包括大语言模型 其实这两年是特别的火 那其实当然对于大语言模型 怎样去 其实还有很多的那个探索 然后但是在每次在探索的初期 其实大家也都可以感受到 或者感觉到 其实AI一开始 更多的还是去做一些支撑性的工作 那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也都很在思考 怎样才能把AI用到我们的这个业务里面 然后让AI变成我们 定成我们的业务一部分 那只有在那会儿的时候 我们整个整个这个行业 才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其实 再回到那个 这个咱们这个汽车行业 其实汽车在在汽车发明的时候 那会儿还没有计算机 对吧 所以在没有计算机的时候 汽车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 也可以跑得很快 那后边有了计算机以后 有了IT以后 那汽车 汽车行业又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 就比如说像很多现在新能源汽车 难道仅仅是因为 它把那个发动机从燃油的变成电子 它就直接变了这么 就变了这么鲁 其实 其实 这么一想好像 这个就是 就是说 就好 就感觉好像 仅仅是把那个燃油换成电池 好像并不会带来有多大的变化 但真正大的变化是 因为一些新能源 其实他把那个计算机 把这个 把这个IT信息 作为真正的作为车的 这个一部分 比如说车里面的很多的控制 甚至我可以远程去更新 那这直接就改变了 像以往 传统车的制造和研发 甚至管理维护 或者是包括 怎样去跟用户交互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就其实就是一种 把IT 把软件 作为那个汽车的神经元的 可以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当有 现在有AI以后 其实如果AI只是 只是用来去识别 司机 或者说车里面人的一些说话 做一些响应 那这样其实也不会对那个车 真正带来有多大价值 那 但是对于在制驾这一块 那其实有这些AI的发展 其实像在六七年之前 其实那会儿做制驾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基于规则 其实基于传统的AI的模式 去做一些制驾 但是这几年其实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 用这些神经网络 或者大原模型 开始去做这样的制驾的一些探索 然后也有一些这样的产品 那在这会儿的时候 其实这个车的制驾 已经不仅仅是说去识别 去帮助车去走 包括这些车之间 可能在路上可能会产生互联 甚至到时候 可能在未来不同品牌的汽车 可能在车上 在路上就会形成一个动态的 一个车的一个路网 然后在什么地方有 有交通事故 或者有起来什么状况 然后车之间就可以快速进行通信 那这其实就对于整个汽车行业 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现在就是这些 其实也就是这些新的技术 其实真的是要融入 真的要成为我们的这个产业 或者业务的一份子 而不只是简简单单 作为一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部门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需要有这样真的变化 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 我们是没法 我们是我们从从可能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没法从心里认为 就是这些 我们是真的需要变化 才需要 才需要 才需要就是 让这些支撑 如果没有变化 我们是没法让这些支撑 变成我们 真正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 对 我 因为我 所以我就这样来 以我这样理解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啊 因为说 我对这些行业实在是 没有太多的理解 对 我也不是一个开车的时候 设计课题的 就是这个整个思路的时候 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对于柴峰老师 这个问题变化 他会怎么理解 可能看不到 就是你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智能化 我们其实当时 可能秀文是知道 00年出头的车 都长什么样 确实你刚才讲的话 我觉得是没错的 就是 首先对IT的这个view 这个我还真 不是那么感受到 但是有一些文章也见过 就是说 IT过去总是被看成 修修电脑啊 搞搞这个 今天像我们这种 出了故障这种事 实际上 当然其实不是 那么 这个是从这个view的话 可能比较新鲜的一个视角 但是如果从 本身业务端 或者是开发端的view 大家也都知道 从15年 我记得我们的一个 研发的领导 就说过今后是软件定义的天下 软件的天下 他就黯然神伤地说这句话 因为他是应用application出身 就是只是 当时只是条参数的 他就觉得 我们在我们当时底盘的话 是把条参数的application 和做真正coding 是两个工种 所以就说这个是要让位于 这个也是 也就是说离现在已经快十年了 也就是从一些头部的 T1 国内的话 一些关键的研发的 Leader是认识到 当时就认识到了 软件的越来越重要 感受到整个行业 甚至像类似于德勤啊 麦肯锡啊 这种咨询公司都开始说 SDB是2020年 疫情的时候 就感受到 怎么变成一个 很火的一个buzzword了 这个Aspice不是出来的时候 就说软件定义汽车了吗 只不过当时没人 没人吵嘛 然后就 那个了 然后回到你这个点 我觉得总结一下 就是 我们也曾经说过 其实要开发智能车 这个组织也得智能 这是我们看到 包括自己作为甲方 现在就做乙方 观察下来 我们就认为 这个是一个必然性吧 就是 可能echo一下 你刚才讲的 就是要让这个什么 渗透 IT和业务啊 或者是管理 这个业务 管理产品 whatever 大家要充分地 充分地协同在一起 柔和在一起 过去是比较割裂的 IT不懂业务 业务不懂IT 对吧 这个是 已经翻篇了 这个可能是 比较 比较 这个是蛮正确的 没错的一个点 好的 有没有 修文有没有想说的 或者是线上的 我们在这一趴 这个今天听到了 不同的 一个是新人 一定程度上的新人 一个是我们的 这个老人的感受到的 深刻的变化 或者说为什么会 有这些变化的来源 像技术 然后推动 然后那个 整个的市场的竞争格局 用户 还有就是整个的 整个的 还有一些经济 国家经济的一些发展 包括等等 那么我们下面就 如果是聊完了这个 why的话 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为什么 这个到底又有哪些变化 好不好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又遇到了怎样的一些挑战 这个话题 我相信可能更有一些 这个多样性 我们修文能不能把PPT 在这个时候 我看一下 我们要不要秀一下 也可以不用了 就是 对对对 就顺着大家的思路吧 我们就说一下 既然那个修文 刚才你也 在书中也提到了 好多就是一串串的排比句 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主机厂 想拿回这个主动权 然后那个T1 又想保有这个增值的 value added 最最最核心的 这个软件这部分 然后还有一些零零总总的 在这变化过程中 有什么样的一些内涵 在里面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你能谈谈吗 其实对 还是 就是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讲 就是说 其实很多因素 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媒体 或者自媒体 很多新闻的时候 很多报告的时候 就是说是 这个 不然之间颠覆了 但实际上你在 这个团里面 待的话 你会感受到很多东西 就是感受到 一方面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感受到 就是像这种 以前这种产品的利润 极限的贪保 就是你日常的项目 报价 年降 你会感觉到一年比一年难 利润越来越来越一年比一年低 所以说 在这种比方 一个是利润的背景下 这所有人都要去求变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再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国内的 这些local的主机场 其实在15年前后之前 因为我和国内大部分主机场 包括合资 都打过交道 像以前的话 他们就国内的 我们一些主机场 在各方面 这种基础能力 储备上 确实是和这种 合资的 有比较大的差距 他们很多标准 其实都是 一方面 是要靠供应商 一方面是 要依赖于 其他合资 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很快 就是说 两年三年之后 差不多在 可能1819之后 三四年之后 再去和他们的交流 发现他们这种技术的 这种 突围母精是非常快的 包括还有很多新的东西 他甚至比 比如说是国内一些合资厂 他尝试的更积极 所以他尝试的更积极 投入的更多 他可能进步得更快 然后这是一方面 然后再说是 如果回到我们这个研发领域的一些 具体的变化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 就是说 刚才查老师反复提到这个S-BIS S-BIS 确实它不是个很新的东西 就是在汽车电子这个领域 它以前 可能大家没有把那个名词拿出来讲 但是呢 就是按照这种分层的 这种协作的形式 这种和主机厂合作的 和包括这个T1、T2这种 协作的模式 其实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现在更多新的人进来了 他需要知道 比如说我气场也怎么去做 或者是说以什么样的一个模型 或者方法 能把这些这么多复杂的这种协作方 串在一起 就是大家把这个S-BIS拿出来 大家开始去 因为像以前比如说是 那个尤其是黑盒子 就是像以前的软件开发 都是这些大型的 这些T1 包括主机厂有一部分 像那种VCU或者网关 他们自己开发 基本上是黑盒的 它也不太对外去 share一些东西 包括像以前像我们这种 比如说是论坛了 这种像这种直播了 其实很少 其实行业 大家没有这种动力 去沟通这些东西 所以说 慢慢的到这个阶段的话 到智能车的时代 包括新能车的时代 大家开始就是 要把这些 一方面 其实把一有的东西 拿出来去讨论 怎么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怎么去 在新的这些企业 或者新的这种生态里面去用 这是一方面 所以说从S-BIS 或者从基本的开发模式上 我觉得是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呢 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反驳 就是说明明感觉到这种 包括各种卷 或者工程上的这种 这个不同的一些感受了 肯定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所以变化在哪呢 我觉得 总结下来呢 一方面就是软件的产品角度 以前都是这种 小的嵌入式产品 比如说是 像那种 以前我们车上可能 像宝马那种车 可能比较多 可能有这个 五六十个这种控制器 小控制器 一个工业 几个工业商 反正都分给各个工业商去做嘛 虽然以前有奥特萨 但是基本上 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那种模式 或者规则 去开发自己的这种ECU 整治要反正把这 这种电子电信架构 包括通信矩阵 证断这些要求 给到工业商 工业商按照这个要求去做 主机商按照这些去 去测试 去继承 基本上这个模式 然后呢 产品慢慢的变化呢 就是从小的嵌入式 开始拓展到 比如说是对准的变化 其实一个是座舱 一个是支架 虽然说像现在 那种新能源 这些 它相比以前也 也算新的产品 那总的来说 包括用的语言啦 用的这种架构啦 这种包括和以前 以前产品这种类似度上 它不算特别新的东西 我觉得啊 最新的东西 还是在做仓和支架 这两部分 所以说产品的变化 那就带来了 这个对我们 开发需求上 或者说开发这种 模式上的一个变化 S5S其实到直到现在的话 因为我平常会和 大量的工程上去接触 就是在传统的 这种嵌入式产品上 现在车上我们可能有 比如说二三十个 这种主控制的控制器 有可能七八十个 这种小的这种 制动传感器 可能总共有 一百五六十个 或者一百到两百个 这种的小的这种 ECU 对于大部分的 就是说非支架 和坐舱的这些控制器 基本上我们用以前的模式 就是说是从方法论上 模型上 其实可以cover 只不过现在需要你更快 需要你可能是 可能组织信息传递要更透明 包括你要上更多的工具 但是说从方法论的 或者是模型的本质上 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对于坐舱和置架 这两块就是一些的东西 其实很难去适用 因为同一四百四 它本身的定义 它就是说 它针对一个嵌入的系统 它最适合哪种呢 就是说我一个T2万 要交一个嵌入的模块 给主机厂 然后主机厂要看你这个 因为你黑核木 那我要尽量看你的东西 同一四百四 看你们的东西 最适合这一块的这个业务 包括协作的人 其实也很少 包括以前我们用的工具 那个工具链 也都是 就是比如像那种 IBM或者西门子 这些工具都是 10近20年的工具 也就是适用于 比如说二三十人 三四人的小团队 但置架置仓进来之后 即便你不是全部重新开发 可能一两千人的团队 都反正是 这系统平常嘛 你这么大的规模 其实你包括SPS 这种其实很难适应了 包括你的工具 也不太能适应了 因为说是你会 一方面是 以前太沉重的那种模式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你现在那种 周期都是 这种那个急速的去压缩嘛 一些新车 可能我们四到五年 四年半到五年 现在可能要 两三年 三年左右 一个新车 就从立项到SOP 就要结束 所以说 对于支架支舱 这种产品的话 全方位的 从开发流程上 组织这种结构上 工具上 其实都是 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而现在有些企业 像这种 一些新势力的 其它们可能是 本身有一些互联网的基因 它会带一些互联网 很多新的东西进来 是种CICD 这种持续计程的东西 命运的东西 它们会有 带来新的一些学业进去 包括工具 会有一些自研的 它们会有些更新的尝试 来说 以前就是汽车行业 本身出生的这些企业 目前还是在 在以前的基础上 向上可能卖了 一个两个 或者是这种台阶 还是在 这种相当历史的 这种纠葛下 在向这种新的方向去突破 所以变化的话 其实陈老师 我看你那边就总结了几点 就是说是 一个是我们 就是遗忘了那个敏捷 现在大家 如果是总结下来 就是说 我们要在 大家相对良好的实践 就是SYS 就是如果拿这个东西 总结 包括我们一套 这种26262 什么这些 这个类似的标准 就以微模型的基础 这些标准 就是相对好的一些 或者相对 被大家 用的比较多的 这种良好实践 然后再加上敏捷 敏捷呢 以前尝试这种 小团队小规模的敏捷 可能在各个领域去尝试 有的觉得还不错 有的觉得好像不太适应 然后现在大家在看 尝试这种大规模的敏捷 就是好像感觉到 有一些效果 但是很多地方也觉得 怎么和传统的 这种组织架构去融合 也是 也是在 反正各个地方 或者各个公司 各个组织 都有自己的一些摸索的方式吧 IPD 现在比较 因为华为这边带来 IPD也比较热 对IPD来说 它我觉得是 因为IPD它是一个 比较完整系统的一套 这种体系流程 包括软件的东西 它原本也不是为了 从软件去设计的嘛 它对于好 对于汽车行业好的东西 是在哪呢 就是说 它把需求这个东西 就是拔的高度特别高 就是你一个 叫我们这个相关里面的 查特就是 怎么那个叫 中文是怎么说来的 章程 章程对 它把章程定义 就会作为一个项目去做 因为汽车行业以前这种 大家 因为需求都是 是主机上拿过来的 主机上需求 那可能我对标一些车型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递出来 就递出来这么一个需求 但是对于IPD来说 它把这个需求 把它特别高的高度 这是我觉得对汽车行业是一个 就可以去学习的点 但是它 因为内部 但我不是IPD专家 就是我就是 我们内部就是研究了一段时间 它内部很多 其他一些方法论 有一部分 其实在汽车行业里面 也是一直在用 包括像门禁管理的 里程碑的 汽车一直在用 如果是一个新的组织 可以去 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 比如说 因为你本来是 从零开始去搭建 你可以尝试IPD 或尝试过程碑的模型 但是对于一个 已经有自己 比较成熟体系的 可能未必需要说 一定要去 把这套东西 去拿进来去巅峰 怎么样子 大概这么多吧 就是说 从产品上 那个 组织上 反正或者是这个行业上 这些变化 进了这么多企业 因为以前我们有个 我记得有一个图 就是说进来多少主机厂 16年应该是有 注册了400多家主机厂 后来上面是有打差的 现在应该 现在还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活得还可以的 这些主机厂 就是这些 这是从那个 比如说企业上 然后这种合作模式上 包括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包括芯片直接和主机厂去 这种 去对接 沟通这种形式 以前也是没有的 还有那个 比如说 再回到软件 开发这个角度 SBS我觉得是 这个模型 现在大家还在用 因为大家说实话 没有太多其他 就是可抓的东西 这个还是一个基础 因为它毕竟代表了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 怎么说呢 工程的方法论 产品上就扩展了 质仓支架 然后包括IPD敏捷 现在都是新的东西进来 大家都在想办法 怎么去融合 我先讲一点 这方面的一个 变化的点 好的 谢谢我们 讲到了产品 对吧 尤其是看到了支架 和质仓 这两块的话 可能会和其他的 开发稍稍 还是会有不太一样 像其他的话 可能沿用啊 就还是能handle的 能覆盖的 但这两块的话 变化比较快 可能要用一些 CICD啊 这种新兴的方法 还有就是合作模式 这种供应链 可能高科技的企业 或者说 主机厂项垂直 直彩 或者是 各种各样的因素 也会 转变这个线性的 采购模式 然后还有提到了 Aspice 或者IPT 或者是也是 我们前面讲到的 那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 蛮赞同的 就是如果已经是非常 有一定自己的体系 发展了二三十年的话 其实这里面 可能还是取其 最最精华的东西 就是取长补短 这正好也是提到 Aspice确实是 并不是一个软件生命周期 不是一个软件管理的生命周期 所以它适用的土壤 当时从欧洲出来的话 确实他们的主机厂 SPAC都很多 动不动就几千页 那个时候 其实对需求的话 都是双方会 SPAC review 就很久很久 我相信 你现在这家公司 在那个 Homebase 也是这样的 SPAC很多 都有公共的 和specific的 但如果拿到中国来 如果在这块 比较弱的话 无论是主机厂 还是供应商 都会有一些问题 这是Aspice天然的 我一直认为 这种方法论 来到我们这个土壤 还是要因地之谊 去找到 看到它的优势 和 不是拿来就用的 还是要看到 我们的这个土壤 环境 业务环境 还有哪些东西 我们需要补齐 而这个时候 IPD可能 像OR MM 这个需求管理 和这个市场管理 前端 甚至技术规划 都做的 确实是一个 非常系统性 这个是 有一说一的 好 但是如果成熟的话 它后面这些东西 都是继续去 我一直觉得 就是创新的话 是需要在 传承的基础上 你没有传承 也不会有 太好的创新 那百年的 这个沉淀的东西 我们是需要去 更好的 去传承 去更好的去延伸 然后借助 新的一些 新鲜血液 焕发出 新的一些生机 OK 那个我们先 看看 关于这个话题 发生什么变化 我待会儿 也会问修文 就是 你在这个变化 刚才关于Water里面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遇到了 什么样的核心挑战 可以是你听说的 或者你自己碰到的 那我们先来问问 那个柴老师 柴峰老师 你看到是 什么样的 当然还是和前面一样 如果对于 相对新的人 你来的时候 就可能都已经是 轰轰烈烈 做一些软件定义 汽车的智能化产品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包括你跟 客户互动的时候 或者是伙伴 像我们这种老人 你有没有看到 哪些东西是 应该是发生一些变化的 或者已经发生变化了 好 你像这个 因为毕竟不在 其实行业 所以我更多的 还是从整个软硬件 这个产业这块来 来说这个事 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印象特别深 就大概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那会儿 在做一个跟硬件 相关的一个产品的时候 当时那些硬件里面 它其实定义了一些协议 一些接口 然后我们当时看到 那份文档以后 直接第一印象就是 这个东西一定不是一个 非常懂软件 开发的人设计 做出来的 因为这个 它里面有很多的 非常直接直白的 硬件的思维 其实放到人家这 就感觉这种 既不好维护 也不好 就是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但是后边 慢慢的过了几年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硬件的一些协议接口 您尤其是当然不是 我说的不是那种 就是很很 用的很广泛的 其实更多的还是那种 自己去设计 开发的硬件 这样的硬件 其实它们的一些 对外的接口 其实到后边 过了几年 其实这样的东西 就感觉整个接口 就有点类似于像 软件专家 去设计的这种感觉 已经不太像是 以前硬件 它只是懂硬件 它只是为了让 让这个硬件能够工作 它才不关心你软件 后边要怎么去开发 然后再到后边 整个就比如说 咱们国内那个 工信的龙头企业 它其实在六七年前 其实软件团队 对他们来说 其实并不算特别重视 因为之前就是那边 有朋友其实也跟我 聊过这些事情 他们对在六七年前 或者七八年前 可能八九年前 像他们的职位的晋升 其实很容易能到 能到一个上线 然后真正级别升得很高 都是从硬件 这些上去的 然后但是这几年 那就完全反了 这几年真正高级别的 其实都是纯软件的 甚至一些软件的专家 的级别非常之高 甚至我在跟他们 一起工作的时候 都有一个专家 他其实就大概每两年 升一个级别的速度 非常的快 这在放在以前是 是看不到的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是 嗯 就 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消费型电子产品啊 其实大家可能 过多少 可能也都有 像那个小电子产品 他分那个 就是pro版和普通版 但其实出o大家意料的是 其实pro版和普通版 他们的里面的硬件 其实是一样的 嗯 是真是一样的 他其实真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是靠软件 来决定 他有哪些功能 你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做呢 你pro版 其实你其实有一些功能 是需要pro版 你才可以去有 但是 但是他们这样 把那个pro版 普通版 其实把的硬件 变成一样以后 他们的产品线 就变成一个 那其实这样的产品线 它那个成本 其实降低了 虽然说在这个 那个普通版上 有一些硬件 它不起作用 但是 它这个 它里面所多的 那一点点成本 其实创造整个 整个 如果你从整体上去看的话 它其实还 其实还节省了 所以他 所以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非常棒的做法 你像我刚才所说这些呢 其实也就是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种传统领域 包括尤其是跟硬件 开发这些领域 其实软件的这个比重 是越来越大 那这个变得很大之后 其实带来了一个 一个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很多 你传统的开发的一些方式方法 那你注定是要发生 发生改变的 那像软件这边 其实有很多的 比如软件 其实就是因为它软件 我们去去做测试啊 做什么的 都都非常方便 硬件呢 由于它的那个变工成本 都比较高 所以一开始都会需要一些 比较重的一些流程的设计 在十几年前 我当时参与一个 医疗设备项目的时候 那个设备 那个医疗设备 是个三级医疗设备 三级医疗设备 是级别最高的 就是它都 它出故障之后 会导致人的生命危险 所以像这样子 它都是属于强监管的 当时我们在做一个 一个一个供设计的时候 那个就是硬件团队 他们其实已经把 很多的硬件的接口 都已经定理出来 然后实际上当时 我也跟 也有 跟我工作的是软件团队 当时他们也说 像这些硬件接口 其实都是硬件团队 根据他们经验去制定 其实对于软件团队来说 他们可能也只是参与 参与到制定 但是并不能说 有什么决定性 或者影响 什么 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甚至他们的一些经验 可能跟硬件团队 硬件团队 可能会 就会 就会否掉 因为你可能 你毕竟没有做过硬件 其实你 你怎么会 就是因为做硬件 其实还有很多 像电器 电器性能 包括这些非常 一些物理层面的一些事情 要考虑 所以当时 我们在开始 那个项目做的时候 然后他们呢 当然虽然是软件团队 但是他们其实也更像是 硬件团队的一个支撑团队 然后当时我们就开始 然后我跟他们说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思路去做 我说 咱们可以完全可以用一些 比如测试先行 然后我就开始帮他们去 去 就是花了一天的时间 其实没有写代码 也没去做设计 当时他们还觉得一天 可能在浪费时间 但是那一天之后 然后我们忽然发现 就是硬件 当时设计的时候 它的那个 硬件的那个接口 有一个功能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接口的功能的设计 其实是有点小问题的 缺失了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 一个API 之前硬件团队觉得 你们是不需要的 但实际上 当我们在前期 其实我帮他们 就是用纯软件的方式 用比如测试先行的 这样的方式 去纯粹去做这样的 测试设计的时候 忽然发现 那个功能是必须得有的 如果没有 其实里边有的一些 功能在软件的实现上 就是并不能完全做保证的 但是实际上 那个效果 其实也就是因为 之前有很多的故障 所以他们后 因为之前有经常 经常遇到 也不能叫经常 就是时不时都会遇到故障 因为这个故障 对于他们的 3D要设备来说 非常重视 他们是绝对 不允许任何故障 因为这些故障 真的会导致 比如手术室 外科手术室里面 那些医生 或者病人的死亡 所以他们就 重新再开发了 但是后边 我们忽然发现 就是我们在一天 用纯软件的思维 去做这个 这个硬件设备 开发的时候 发现 其实硬件里 有一个接口的 它必须要开放 某一个权限 后来就 软件团队 就跟软件团队 去反馈了 因为从一听 立刻就接受了 但是之前 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呢 是因为 其实还是在用 传统的硬件的一些 觉得硬件的 整个变化 都是成本很高 然后要尽可能 让这个硬件 尽可能前面 尽可能考虑的齐全 然后同时 还要考虑安全 有很多 很多考虑 但是软件呢 因为软件和硬件 其实很大的差异 是软件的 它的变化是非常 它的成本是很低的 然后软件我们可以 随便改行代码 去看看效果 但放到硬件这 你可能不行 就像上一次 我们那样去变更 他们那边重新出 几个测试版 可能大概要花个 几万块钱吧 但是后边 我们回顾到 这件事上以后 他们觉得 其实那点钱 对于后边的整个 护照的排查 其实那成本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在十几年前 其实已经开始 整个软件 因为软件的比重 开始变多 然后促使着 整个这种传统的 硬件行业的 这种研发的模式 你就不得不 朝软件这一领域 去发生变化 尤其像这几年 这个像小米汽车 小米它 小米它是个 纯互联网公司 它是纯座手机 真是纯软件 搞起来了 然后它就是用 纯软件的思维 去管理和研发 当然说的 这个距离细节 我也不太知道 其实我估计知道的 它不如大家知道的更多 更多的 也就是从这些新闻上 或者从一些论坛里面 看到 然后感觉 像小米这样 去做汽车的方式 跟传统行业 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然后我这几年 其实在 跟另外一个 就是国内 就是另外一个 做支架 影响非常大的 就是一个项目上 然后这个项目 他们其实要支撑 上百种车型 这个可能要超出 你们的想象了 当时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支撑车型 并不算太多 然后我再跟着他们 其实我 我在跟着他们去 一起去 因为我跟的是 跟的是软件团队 然后当时软件团 其实那会儿 已经有一些主动 那个决定权 或者主动权了 所以当时 我们在去做 这些工程能力 工程这个 框架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想法 就非常好 就是希望整个 整个就是 我们要面向 那么多的车型 那我们能不能够 也能做的像软件 做配置一样 直接遍几行 我们的软件 就可以迅速的 往各种的 这个车骑 或者车型上去发布 当时我们就朝着 这个想法去做 当然后边也 然后我就带着团队 把这个框架设计出来 然后也真的用上 后来等那个项目 结束的时候 然后他们 过了大概一年多的时候 然后那个项目的总工 然后就跟我聊说 自从我离开 那个项目结束以后 那个项目 他们开始 真正开始用以后 大概没两天 就要新增一个车型 这个事情 如果放到 以前 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这个增加一个车型 你怎么可能两天呢 快一个月都算快的 那其实 其实当你真正这样去做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 其实在那一年里面 新增了一百那个车型 其实这就是一个 这这其实就是一个软件 开始逐渐在整个硬件领域里面 产生更为重要的作用 甚至这些软件的差异 直接就决定了 你的这个硬件产品的差异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其实你是看不到 这些硬件的差异的 你然后但是 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一方面 其实看上去 在硬件 直觉上看上去 觉得硬件是有一些成本的浪费 但是你从整体上去看 它的它的那个成本 反而是降低的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要面对更多 然后更多的意味面 也就是他们 这就是这家智能车企 他们其实面向的是 很多的那个汽车厂家 所以他们面向的就是 你可以认为 他们的软件 其实要部署在 很多不同的这个硬件 有硬件差异 有功能差异 有需求差异 这样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 那这个软件该怎样去做 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然后包括他们跟其他车企 你步上去 也要涉及到很多的 比如说测试啊 包括后边的整个 整个整个维护 跟踪售后 其实这是这是一整套 这是一个体系的事情 你就不能简简单单的 把这些事情单独 如果按照传统 传统那种思维去做的话 你会觉得 然后那我怎么可能 两天就新增一个车型呢 那你新增一个车型 估计开始去 开始要去做 就你要说两个月 可能真的都算快的 如果如果再说的不好点 说明两年增加 增加一个车型 都是有可能的 对所以现在 所以我因为我 我更多是从软件这一方面 从从一个 以一个外行的角度去看 这个事情的变化 我觉得可能 一个关键的原因 就是因为软件的这个比重 在是越来越大 然后也同时 对这个 我们整个产品的影响 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然后促 然后促使着 我们这个传统的行业 开始 整个研发 包括管理 包括协作 开始发生变好 对 只要说到这里后 其实还有一件 其实在咱们的传统行业里面 其实一直都会说到供应链 对吧 当说到供应链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 比如说我们汽车 其实就像我们的 这个发动机的各种配件 包括螺丝链 其实都是有供应链的 对吧 包括各种的 很简单的 其实供应链 其实当软件这个领域 当软件这个比重 在这个车里面 站得越来越重的时候 其实有另外一个 我们看不见的供应链 也开始变得更为重要 而且实际上在这两年 也凸显出来 就是软件供应链 当我们其实在 我们在开发软件的时候 包括咱们这些车企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的很多软件功能 其实并不会从头开发 所有东西都不会从头开发 我们一定会用现有的 比如说一些操作系统的 或者一些 一些成熟的一些组件 好当你这些 其实对于软件来说 那些你从第三方厂家 或者从一些社区 拿到的这些软件 这些现有的软件 其实对于你这个软件 对于你这个车企的 这些支架 或者说ECU里面 这些软件来说 其实就是你的软件供应链 而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 而这就是因为看不见 所以它就会带来很多 很多我们之前 无法想象到的一些攻击 比如说在前几个月 其实在软件行业里面 就发生了一些 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已经危险到 让大家都感觉到 非常的后怕 可能再过晚上两三天 发现可能就 直接我们整个全球的 这个IT界都会 都会要 都会要震上 震上一阵 然后还好是这样的事情 在被一个微软的一个研究 研究员 在正式发版之前 无意中给发现了 然后从后边这件事 出来 这其实就是一个软件供应链 而这软件供应链的攻击 它其实并不是通过 我们软件圆满的攻击 就是很多时候 就比如说在 博士软件行业里面 大家可能会觉得 软件 这些攻击 可能就得从 改圆满什么的 实际上并不是的 可能我们会从 一些外围的方式 直接对你这个软件产生攻击 而这个攻击 其实就是软件供应链的攻击 而是现在 其实包括 在软件的行业 其实也 在这方面 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关注了 包括很多的软件大厂 也开始有这样的标准 其实在这块 其实车企这块 好像关注的 还不是特别多 但是除了我前面 刚一直工作的那家 智能 这个项目 他们那边 当然是非常关注 这个是有原因的 对 我大概分享这些 谢谢 柴峰老师 您待会看一下 房间的那个灯光 有点暗 对对对 感觉真的就像 咱们那个游戏了 对对对 然后感谢柴峰老师 其实这个讲的点 还是很多的 我突然发现 这个时间是根本就不够 就是说 这研发的话题很大 然后软件定义汽车 这里面带来的一些变化 或者说的做法 应对的 或者是我们怎么 应对这个挑战 话题也很大 简单 我稍微记了几笔 就是可能我们可以 从柴老师刚才分享的 去思考一下 硬件的研发 vs软件研发 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因为过去直到现在 我们确实很多 这个人的思维当中 会认为 我们就拿新建 这样的这个快速迭代来说 我记得就是仍然会被说 就是我们有点脑残粉 那个这个新建很浪费钱 一遍遍的发射 反正是不管是纳税人的钱 还是美国人有钱 还是军方有钱 然后另外一边就说 这个就是那个硬件 如果来了一个failure 它的成本代价 这个错误的代价就很大 但很少就像柴老师说的 之前我跟他也有聊 很少有人说 如果一个软件的错误 就是其实也会导致 重责就是车毁人亡 这种重大事故 甚至会一家公司倒闭 就像刚才柴峰老师讲 如果现在有信息安全的 这种问题的话 真的是如果在云端 有一些bug的 一些植入的话 还是很危险的 这个是软硬件研发的 本质区别 待会我们可以 稍微注意一下时间 请两位老师 严谨一概的核心的 我们的观点可以输出一下 到底他们两者 最本质的差别是什么 那么第二个 如果既然讲到 刚才是哪位老师 已经讲到了降本增效 都讲到了降本增效 这是研发我们不得不聊的 尤其是软件的话 大家都知道 有一条著名的曲线 我们人数在增长的话 在软件这个领域 人数随着增长 其实它的效能是降低的 基本上很难抵抗伤增 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在抵御这条线 怎么往下掉 OK 那所以这个是两个问题 我们请修文 你能来谈谈 硬件的开发和软件开发 你有没有看到本质的区别 这个话题 我跟柴老师也是 也常常聊到了一下 我们看看 简单说两点 因为这个 其实他们设计的话题 会非常广 硬件的话 跟我们说个广义的硬件 比如包括一些机线件 包括一些电子件 然后我觉得 对于它的产品来说 它依赖的 比如说我们这些机 要依赖于你的设计 依赖于你的模具 对吧 这个东西做好之后 基本上你是 把这些工艺固定好 它是不太会有太多变化的 包括那个硬件的电子件 也好 像工单安全里面 会算它这种filler什么的 但是基本上也是 从工艺各方面的角度 去管控 就是它比较硬 比较物理的一个东西 但对于软件来说 也是像SBS 其实包括很多 我们会有些流程的文档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要去管理 就是人 因为它是个人做的东西 就是要去管理人犯错的 这么一个一件事情 比如你软件很多做的 就是可能是 可能会有些整体设计一些思路 或者是一些东西 一些问题 但是说它本身还是去 还是人犯这些错误 导致它的一些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这也是涉及到现在 比如说这种组织架构 流程的一些变革了 硬件的它的 其实就是我们实际推动 中有点问题 硬件的 比如它的价值也好 包括像成本 价本增弦也好 它这东西都是 它价值是都可以去 比较容易量化的 比如我硬件的 我去证明我的价值 我爆了cost的少多少东西 我量有多少 我可以算出来 但是软件这个东西 其实现在我们就遇到这种困难 软件里面这些东西 其实很难证明它的价值 比如我前面做了很多东西 它后面没有bug了 但这个东西怎么证 其实你很难去 就是说尤其给管理层去证明 说是你这个东西 是你因为你前面 你做了一些事情 导致后面没有问题 我降了多少成本 这个其实 是比较难去证明的 所以说第二点 我觉得它的价值 是相对硬件来说 是不太容易显性化的 软件 很难去证明 因为其实大家都认为 软件现在确实越来越重要了 就是包括这个 刚才陈文老师讲的 这个组织架构 包括人员什么的 升级的这个级别了 或者是薪资了 其实确实越来越重要了 但是它实际的价值 还是比较难证明 就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 就是也是和 因为和整车去交流的话 整车其实他们多数都是 整车项目管理 他们会管很多东西 对软件这块 只是很小一块 对他们这很小一块 我们到其中一个模块 是没有这种 feature plan的 我们认为你没有feature plan 其实你后面 包括你整个需求 怎么规划 每个节点上什么东西 和其他模块去交互 这些东西都没法去做 但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其实很难理解这个价值 他只是认为 你这个是pepperwork 他觉得我软件都交了 我测试都做完了 你这些东西 他觉得没什么意义 其实这是他们一个观念 还有一个比如说 是像进来代码的东西 可能会 那个 其实切伦涉反正用的说 Miseras 会扫一些很多这种 这种问题 但是他实际这么紧 他们也觉得 你每次扫出一些东西 也看不懂到底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代码层面 这些规则 其实你真的在石身上 这个东西在石身上 是不是能别看出问题来 很难去讲 他可能有很多其他的 一些偶合的因素 才会导致这种问题 所以你这条规则违法了 或者你多少几千条 多少条规则违法了 不修了 会怎么样子 你拿不出很失垂的东西 告诉他 这个东西就会有问题 这是第二点 我觉得他的价值 很难去被显性化 这个也是现在 做这种 比如说 咨询 或者是组织改善了 的一些困难 尤其对其他人来说 这是一个困难 我们怎么把这个价值 给这些人讲明白 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是有价值 我简单说这两点 以秀文抛出的问题 也是我非常渴望关心的 软件 咨询 都是知识的产品 确实都是不像一把 一把引子 一个杯子那么清楚 我们也比较的苦恼 柴老师 您这块在软件 这个领域做那么久 然后也是做咨询 然后您是怎么看 就是说如何体现他的 确实他 他难以衡量 可以和后面一个问题 记在一起 那你是怎么体现 比如说体质 降本 增效 这块 我就先说一下 就刚才那个 说那个软件的价值 怎么去被衡量 怎么去看待这件事 其实我前边 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 一个用到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其实非常典型的 就是 就有 就那个消费电子设备 它其实就分一个 普通版一个增强版 其实这两个 外形差别呢 并不太大 但是重点是 它里边的那个芯片 包括里面的 就是增强 增强版其实有很多 有一些非常 就是普通版做没有的功能 那个功能是一定要有 硬件支撑的 然后但是他们呢 厂家他们在去做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 普通版和增强版 其实硬件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如果 再回到我们那个 硬件的这个 成本上来说的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单独 各分各的看的时候 会发现硬件成本 如果你要这样去做 硬件成本是提升的 因为普通版 也要用到了一些 你不需要用到的硬件 这个硬件其实就在了上面 但是又不用 你如果放到 如果你真的想减少硬件成本 你为什么不在普通版里面 把它给去掉呢 对吧 那这其实很 就是个很典型的话题 然后但是他们却偏偏 这样去做了 就是因为他们发现 真正真正这个产品的功能 是由软件来决定的 软件然后来决定 你是一个增强版 还是普通版 而且而且因为这样的软件 其实被固化在硬件里面 其实也很难被 被做到破解啊 或什么 这个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当他们这样去做了以后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的整个硬件 其实原来你可能 比如说开两条产品线 现在你只要一条产品线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个 然后 开发 你原来你开两条产品线 那其实就可能要有额外的成本 对吧 然后虽然说你的普通版 也用到了 有一些额外不需要的硬件 虽然说看上去成本是多了 但是 你从整体上来说 用软件来定义了这个硬件以后 这个成本其实是降低的 所以你像 就回到我们 就刚才说的 怎样去衡量软件的价值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应该把硬件和软件 给分开去看 而是应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去看 如果 如果把它分开去看的时候 其实还是还是在用 就是更 就是像以前 一些就是更传统一点的 所以像刚才说的那个通信的 那个龙头企业 他们之前 之所以没重视软件 没有重视软件团队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觉得整个产品的差异 是由硬件来决定的 但是随着这个产品 你要面向的客户越来越多 这些需求的差异越来越大 如果你把这些差异都由硬件来取代的时候 这个硬件的这个成本 其实是在急剧上升的 那如果我们整个硬件 如果这些 如果我们通过软件来 把一些差异 给那个 通过把一些软 把一些产品的差异 转到软件这边 硬件的差异反而变成一样的 硬件反而没有差异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从那个制造 从那个物流 从管理上 这其实在硬件这块又减又节省了很多成本 所以所以这个 所以一旦一旦要想到 想到这样的事情以后 然后这也就为什么他们后来 他们当然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当然这其实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他们的软件的团队的这个 这个重视程度就开始越来越高 所以也就是 我们不要再去单独的去衡量 硬件的这些成本 价值 或者说能能能降 能就是能提高多少效益 能提高 或者是然后单独要把这个软件和硬件分开去 我们是应该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 当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想法 可能跟我们以前就 就很不一样了 就就像刚才 那个 陈文老师也一直提到上 兴建 那其实兴建 他就是在用一些一种软件的方式去开发 这个让大家觉得 这个成本很高的这种硬件产品 对吧 那放到以前 包括甚至包括兴建 他会用那个钢材去做 去做这个 做这个他的他的科技 那放到以前 怎么可能呢 那一定得用那个碳纤维啊 然后一定要一定要怎么样 然后但是实际上你用碳纤维 然后你可能 碳纤维这玩意儿又没法承受高温 你又要再加这个 这个这个隔热板 然后隔热板 然后加上去以后 你又涉及到各种 胶粘 然后怎么固定 不要让它脱落啊 这有 这个其实成本就会变得更高 但是你用了钢材以后 然后其实很多问题变得简单了 其实这件事 其实跟一个软件 还是蛮类似的 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的差异 真的是从 直接就是由硬件来体现的话 当我们的 当我们面对的需求是有限的时候 那这样做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我们整个整个社会 包括我们的需求 就是用户的需求 都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样的话 我们要真的要针对这么多多样的话 都要这些差异都要在硬件上体现的时候 我们的硬件的成本 其实就开始变得很高 这就有点类似于 我们以前的研发团队可能就几十人 你的研发成本大概什么样可以估出来 当你研发成本 多人变成几百人的时候 你的成本就不是乘一个十 可能是乘一百 所以当你的硬件的差异 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你看上去 原来可能只有十种规格的硬件 然后你现在变成了二十种 你看的是多了一倍 但是你的整个硬件的成本 综合成本可能多的 就不只是这乘二 可能乘三乘四 然后但是你要把这个差异 由软件来去承担的时候 硬件的成本其实会大幅下降的 反而从整个产品的 整个研发角度来说 它反而会大幅下降的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 因为之前跟 就是一家做硬件设计的一家公司 其实了过 当时他们也就是 也就是我从他们这知道 那个就是那家消费电子产品 其实那个硬件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让我 当时觉得 也是让我 改变了就是硬件那种设计开发 所以这个也就是 有了这样 对 是确实 你不能把这个软件的价值 你单独去看 你单独去看的话 那真的说不清楚 但是我们要 我们是要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对 看成一个整体 跟硬件一起去衡量 就像秀文书里说 其实包括未来的服务 对吧 就是原来项目终点 就是SOP 但是现在因为可以OTA 因为可以不断地刷新 其实可以硬件运埋 那其实它的生命周期 就更长了嘛 是吧 嗯 所以当时我看你那本书就讲 服务和产品 是吧 其实服务也是一种 可以去卖的一个 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从产品的角度 这个软件的比例 越来越高 然后 其实那个刚才柴老师讲的 就是让我也启发了我 但是让我脑子先捋一下啊 秀文这边有什么要说的吗 嗯 因为在 陈老师讲的比较有认同 就是说是 对 做这个平台化 硬件平台化 软件去 包括包括 不管就是从软件的 本身包括标定 去 实现这种多 可能是 软件的差 就产品的差异化 去 去体现它的价值吧 这个确实是 呃 就是一种方式啊 嗯 然后刚才您是 还有另外一个 嗯 问题是什么来着 降本增效 就是这也是现在 一直讲的一个热点话题 在软件定义汽车 这个大规模软件开发 这个带来了 极具上升的这个成本 呃 而且有的时候是无形的 那么这部分 大家都比较关心 啊 OK 现在确实是 因为整个汽车行业 这种压缩周期 裁员是 今天的这个 对 其实刚才 其实柴老师 可能也有一部分 已经讲到了 其实大家也都会发现 这个硬件 软件定义汽车的意思 或者软件定义世界 是把硬件先 尽量的标准化 如果多一个part number 我记得原来的公司 就是维护这个part number的话 一年 每年的话 都有二十万的成本 呃 尽量收缩这个variant变种 呃 然后在这个变种之上 软件可以通过 一个是平台化 呃 共用reusable 然后还有就是 可以设置一些feature 或者功能的开关 也可以去非常灵活的 去做一些plus和minus的一些 这个嗯 选配等等哈 这这些 其实这这也是比较好的 一种降本增效 当然可能方式 方法应该有很多 今天可能也只能是 呃 从一个冰山的一角 稍微呃 探讨一下 我不知道修文 作为从主机场和T1的这种 呃 应该说T0.5的这样一个身份 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 降本增效的挑战 或者说比较好的良好实践呢 嗯 嗯 然后现在的话 呃 其实回过到软件上 就是说 因为在主机场 就是说是或者是期间行业 很难去回避到硬件 这些东西去单上去看软件 跟你整个iPad的形式 其实全部都是合在一起的 而硬件这块东西的话 基本上我们现在也像陈老师做的产品 像坐舱 可能也就呃 两个或者叫三个这种variant 就是说可能服务于几十块车 相对已经 就是平台化做的比较好 嗯 然后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从软件开发角度 以前就是说刚开始分支会拉的特别多 就是我们一条分支 就是雷随上次讲的就是产品线 一条分支我们拉出来 虽然三个硬件 但是可能分支拉出来十几条 因为车不懂车的这种 比如他有一些特别的一些需求 或者他这个这个直接点的节奏不太一样 呃 这个有更多的需求 包括UI这种界面不一样 他都会拉出单路的分支 包括有些车他着急上市 他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要去修 他要拉出分支 就是说这一点的话 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把这些分支怎么去合并 嗯 但这个其实有很大部分 很大很大一块空格 要在后后面去做 这个架构架构怎么去调整 哪块代码怎么去空构啊 要把这些分支 现在尽量去合并 其实你合并一条分支 这条线上 这个很多人就可能就 那这会涉及到一些 就是人员经典什么 但是从价格增项上 这块的成本确实是 确实是解掉的 然后另外一块 我们现在会就是上了很多 其实我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下来 我还是算一个工具派 包括现在的AI工具和以前这种工具 就是这块的话 其实是 虽然我们用的工具 没有说那么先进吧 或者用很多AI这些东西 但是说经过自己 很多二次开发 其实是说很大程度的降低了成本 就是说以前很多需要成功 维护这些东西 现在都是有工具自动化去处理 来自动同步 自动去这些维护这数据 自动去上传 下载 自动去分发 包括自动分发这种bug了什么的 就是工具的自动化 其实给我们提供了 就是降低了向上 提供的效率上 给了很大的帮助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的话 但这个可能由我经历一些公司组织特殊性 就是透明度不是特别高 就包括以前 说的话在第二半也是 就是透明度不高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 其实我数字也写到了 就是你在一个旁观者视角 你会看到一些 感觉很傻的一些工作在做 就是好几个团队在做一些 针对同件事情向不同的方向去做 就是这么 这种类似这样的事情 尤其大型组织 就透明度不高的话 这个确实是问题 就结合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工具 各种各样的其他一些方式 如果能把这些透明 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组织的壁垒 这种透明度提升上来 其实也是会发现 就是很多地方 做了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 把这透明度 这个打开之后 其实也是能够 一定程度降本能效的 那现在 这三点是我现在体会的 就真正在 就是说是这个叫什么 前线或者一线 大家去尝试 真正降本能效 比较有用的三个点 我是体会比较深刻的 第二点是工具 第三点是透明度 第一点是 第一点就是我们软件的分支 现在在合并 就是比较具体的点 但是大家感受上 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像硬件一样 就是能合并的 尽量进行一些 主线的一些这种 类似这样的 然后再有一些分支 当然产品的差异化 它其实还是要保证 但是因为 它好多管理的因素 是 可能合作的因素 它拉了很多分支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 包括拉很多产品线 现在就尽量去合并 好的 我看我们今天 其实时间上 已经超了一些 然后呢 大家可能也是 还意犹未尽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从整个大背景 怎么样 是怎么样一些因素 使得我们的汽车 走向智能汽车 智能化的过程当中 相应的研发管理 发生了深刻变化 然后又有哪些变化 有哪些挑战 现在我们又是如何去应对的 大致做了一下 自己的一些分享 我想再看看 线上有没有小伙伴 有一些问题 想现场就提出来 跟我们的老师 进行一个互动 大家现在可以 留出一些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邀请那个修文 再把PPT展示一下 好吗 看看 我们有一些片子 也是准备了的 就是相应 就是哪些变化 这张十一页的这一张 还是比较广为被 就是看成一个共识的 十一页这个金字塔 和整个的这个世纪之变吧 有哪些变化 对 像刚才都提到了供应链 现在是网装的 然后硬件设计 这个重心移向了软件 或者说我们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然后还有这个研发模式 整个主机厂现在变成主导 这个是非常鲜明的 其实也有一些身边的例子 今天时间关系 软硬结偶等等 这个都是都是有一些 可以带来比较好的降本增效 毕竟我们的如果软件进行不断的迭代 硬件周期和软件的整个周期 进行就是流程的一个捷偶 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些效用 然后上面创新力 这也是其实我们今天这一块可能刚才讲 其实研发管理整个面太广了 这个整个现在很多的一些 真正的增长点还往前探了 我们怎么样去提升产品力的话 和用户的这个体验是紧密项链的 所以包括这个对整个能力啊 整个刚才修文讲的储备 反复提到的 这是很有关系 产品管理的储备 市场管理的储备 还有一些像真正怎么做好需求管理 这个传统经典的需求管理 和敏捷的需求管理怎么融合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课题啊 我们也在这几年 搭建了一些跨界的论坛 邀请到了像Sortworks啊这种 就是给车企做一些这种咨询的 确实是各自有各自法宝吧 就是说有各自的应对方式 尽量的去打造一个用户 能体验感好的产品 行那往下一页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一些 其他的东西 我们就今天就时间来不及了 这个研发的一些眼镜啊 就是真正行业等到产业链的 这个level的话 其实是要关注利润 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互相去厮杀 去内卷 而是可能要该抱团的抱团 该有行业共识的推出一些标准 这样向欧美去学习 更好的有一个有序的良性竞争等等 然后这个今天也是来不及细说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活生生的 像柴老师和杨修文 他们自己的看到的听到的 是非常好的一些案例啊 刚才我看柴老师讲的时候 眼睛都在发光 就是确实也蛮 应该说对我们所有人是蛮有启发的 尤其是讲到怎么样在系统层面去看待 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产品打造的更好 更加的smart的工作 这个而不是简单的去说硬件怎么做 或者软件怎么省钱 这一点是给到我今天非常好的一个启发 我们再往下好吗 看看就是那个后面的就就就不多说了 这个差距啊什么的 确实我们既有过去的一些 呃就是呃就是薄弱的 也有新现在新的 就是怎么样越来越短啊 既要又要还要 这个确实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 呃重大的课题 呃呃今天可能有一些和敏捷相关的DevOps啊 就是来不及说但是其实柴老师刚才话语当中讲到 有一条隐性的线就是软件供应链 这里面其实也包括这个软件的价值流怎么流的哈 这里面新建我们也谈到了啊 OK再呃再往后吧 没事这个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继续往后好了 这个我们有几次去给客户也去宣讲过 这个就是刚才柴柴峰老师讲到的 用软件的思维去做软硬结结合的产品 呃这个在特斯拉的话 或者是他们SpaceX是呃非常的登峰造极了 这是在两个硬件之间 他们的呃两次发射 总共69天他们迭代了1000次啊 这个都是非常的呃让人惊讶的 也是我们可以去去参考借鉴的哈 呃再呃再稍微往下吧 呃讲到再往下好了 对对这个这个是经典的马斯克的五步法嘛 就是怎么样软件的这个思维去打造这个车啊 他们是家软件公司并不是整车公司 所以你看他第一步第二步 精益的呃不在浪费的上面多余的流程上去做改造 而是先去做减法再做加法啊 呃这个在好几次论坛或者分享中 我们也都讲到过 OK呃OK这个再再再往下好了 今天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呃大家应该说也蛮有一些呃启发 所以我要请线上呃看看我们留给时间 给一些线上的小伙伴 你们包括腾讯会议的或者是麻烦董璐也开一下麦 你这边在视频号里面有没有看到大家的提问啊 我们从几个点去深入呃这个比面上的就是 所以我这个做法也有些非敏捷啊 这个plan的非常好 但是其实面上讲呃呃呃这么广 不如我们从某个点啊 像柴老师啊还有修文呃以身边的深冬的例子来讲啊 呃这个非常好 呃呃再往下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呃 呃董璐咱们视频号上面有没有提问啊 呃能不能把麦 呃视频号上的小伙伴暂时没有问题 OKOK 现在我我现在我来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回忆一下就是修文刚才提到就是软件分支太多这件事 嗯 这件事其实也就是我这几年的一个工作重点 因为这个软件像其实像这个问题在纯软件 比如说在那个互联网行业里面 大家也都知道分支太多不太好事 然后都都会觉得为什么搞硬件的要搞这么多分支 这其实在硬件放到在硬件的软件 在就是做传统硬件开发的时候 这种软件它就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纯软件所想象不到的很多场景 比如说你开拉分支 其实就是因为有两有两个客户的需求有点差异 然后我们单独拉出一个分支来 那在纯软件比如说互联网行业可能会说 你们为什么不把功能用一个特性开关来管啊 那可是说呢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硬件里面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因为如果你把代码都放在一起 靠特性开关去管理 那就意味着代码编写完以后 你要这些不用的代码 也要部署到那个硬件上 那个硬件可能它的这个内存 包括ROM的一些空间可能都有限制 你都放进去 这个可能放不上啊 它就必须 所以在那个硬件的这些里面部署的时候 其实就必定要对这个软件功能去做一些裁减 那这些东西一旦做个裁减 好这件事如果只是说只是用到自己的裁减还好 但是又提到刚才像刚才说的那个软件供应链 这个供应链其实包括我们可能比如说 这有涉及到好几个团队 然后不同团队去开发不同的模块 然后团队一多了 那这个这个涉及到面就很大了 那这种一裁减 这个涉及到就说这个车上要 要裁减要哪些功能 那个车上裁减哪些功能 这个东西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这就开始就 就开始就引入到那个工程能力的这个 这个这件事情上了 所以像刚才秀文其实提到这个 这个觉得这个这个分支特别多 这是一个很点 觉得觉得是个很细节的一个点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很细节的 它其实这件问题 这个事的问题直接体现到了 我们在研发的时候 这个那个软件的工程能力 或者软件的这种工程能力 你到底有多强 其实我这几年在帮客户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这件事 就就像刚才说的那 他们在一年多里面 大概就两天新增一个车型的速度 一年就增加了一百多个车型 都还不说以前的 那这其实这这这这么多车型 然后关键面对的车骑也不一样 这车型号也不一样 然后他们还没有什么 没有当然有分支啊 但是有分支是很少的 在这种情况怎么就怎么就能把它做 那其实就是一个工程能力的体现 当然这块也确实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去讲 其实也就在第三部分的事情 对 我就稍微来补充一下这个 是的 这也是正好也只能是点点到啊 这这这块也是我跟柴峰老师聊 我就发现可能未来的话 我们既然智能化智能化是今年是元年 那再往后的话 深入到深水区软件第一汽车 这不仅仅是说我们这张图正好也讲到了 血液就是敏捷啊 我们怎么样跑得快 小壁环啊 反馈环迭代 实际上可能再往深水区就是类似于可能上DevOps啊 或者说自动化测试啊 还有更深更深层次的比如说系统架构 怎么样做一些真正的软件的一些更好的打造 而这种工程实践这个领域各家可能得正面的去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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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管理的角度再往真正的在往工程实践技术的领域再往深里去走了 这是我我我个人也感受到的啊 既然今天的主题是关于研发管理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演变 也就是说本质上并不是某一个什么流派这个流派那个流派回归本质咱们玩的这个事情那然后怎么把它做好了 这不一定说是哎这个是本来是IT的这本来是软件的还是硬件的本来是safe的还是哪个流派的了 这个本身就是你这个这个这个软件如何去开发好啊又安全又可靠又那个就是又快又敏捷啊 然后呃今天确实这这场还是非常的呃感谢两位老师心情的这个分享 然后也有各自独特的一些视角然后呃非常珍贵的一些经验心得呃 呃然后在最后的话麻烦修文再往后看一下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准备就是这个就不说了我们自己在一些车企里面的研发呃体系的一些建设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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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我想来想去 反正今天这本书 还是真的是很值得推荐的 然后他在其中有一章节 大概是讲什么流程啊 什么就是软件 正好是讲软件体系集成的时候 他说在汽车行业里面 各个公司啊 总有一大群勤勤恳恳 做事情的工程师 他们在画图写需求 编代码搭台价 试车调产线 他们严谨细心低调 在整个行业大的变革浪潮中 竹竹独行在不显眼的抑郁 默默无闻地做着 不那么耀眼的工作 然而当跳过宏大的叙事 走进巨幅背景里面 我们会发现 原来行业的基座 就是靠工程师们一点一滴 一丝一毫地进行工程化打磨 而雷起来的 是他们创造了客户 真正愿意付钱的那部分价值 也就是我们所有文化 理念 战略 体系 框架 文化 思路 管理等 务须内容的现实体现 我后面就不说你的那个产品了 我觉得这段话写得特别好 然后今天两位大神 自己一或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经历 走到今天 可能他们分享的 也只是讲出了他们自己积累的 冰山一角的一小个角落 那么就如这段话所说的 实际上每个人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可以更多地跟大家去分享 包括线上的小伙伴 虽然你们没有马上有一些提问 但是相信今天这种有血有肉的 非常实实在在回归本质的 通过实际案例来分享 讲出来的这个研发的变革 应该来说也会有一些启发 也希望在整个洪流当中 我们虽然都是小小的一份子 那么也都能够去发挥自己的所长和价值 那这也是我们ISO的一个初心 就特别喜欢连接我们所欣赏的 价值观非常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身上的闪光 把它们放大 我们也能够一加一去大于十一 一加一加一大于一百一十一的这种方式去放大 我相信这个产业 这个行业也是需要以这样的一个 大家去融合在一起互相学习 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陪伴 我们在后面准备了一个二维码 也欢迎大家常常去光顾我们的这个官网 上面有我们的一些案例 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课程 那么我们也是 其实今天发起这样的三天的连续直播 非常感谢占用两位老师准备的时间 和今天宝贵的和家人陪伴的时间 那我们当时也是想着怎么去通过一些 2C端的或者是2B的一些培训 或者是咨询 那这个我们去年也有一个IVDP的一个发起 其实Session 1做完了 当时享有Session 2 Session 3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搁置了 今年我们想把它继续做下去 而这个品牌就是敏捷智能车 适合打造用户价值 围绕用户价值的一个智能车的研发体系的 打造复合型人才的这么一个课程体系 所以呢也感谢大家扫一下二维码 填一下你们的这个需求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planning 在今年的两三月份 其实已经通过公众号发布了 比如说需求管理 比如说POPM产品工程 那个产品管理 然后还有Square Master等等 还有后面的更多的一些软件质量 Aspice的金奖 软件工程等等等等 希望有幸也再请到几位这个 这次直播的老师能来我们的课堂里 给学生分享 所以今天的收尾就是 我们就可能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然后我们后面也可以继续去互动 或者说加我们的那个董录啊 或者是公司的那个群 然后两位老师还有什么一些寄语 送给大家吗 因为我们可能也做一些 到时候做一些花絮吧 有吗 老师我最后就是特别想补充一点 就是借着刚才陈锋老师说 那个软件供应链 这个词其实就很打动我 就是说像陈老师搭这个平台 就是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我在基层行业 就是我们就是在尝试各种各的办法 去比如说解决现在的一些痛点 这样的增强也好怎么样好 那其实发现可能在行业的 或者另外一个行业 比如说IT的 或者说就是陈锋老师 这个做这个领域 其实是已经有一些 可能不一定是说成型的最佳实践 但是呢 它可能已经有很多这些方案 可以解决或者痛点 那现在各种各样的因素 就是我们中间 现在这个有一个无形的鸿沟 两边可能很难去直接沟通起来 陈老师这个平台很好 但今天可能时间也有限 就是很多细节的东西 没来得及展开 对对对 是的是的 行动当中才能明白 然后坐着坐着就发现 我们这个也蛮创新的 也挺有意思的 也是一个跨界 柴峰老师您有什么要 对我也觉得这个平台蛮有意思 首先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文威前半一直也说了 遇到本家了 其实也确实啊 柴峰这个不太 平时也很少见到的 然后然后另外今天也忽然发现 秀文其实跟我也是老乡 所以所以这也是蛮蛮巧合的一件事啊 然后要去一下山西了 对然后然后说 然后我可能想补充的一点就是 其实在很多研发过程中 比如在研发过程中 其实其实我也我也能 从就是一些传统传统行业的 一些客户这边啊 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去抱怨 抱怨这些软件团队 或者软件产品什么的 其实说真的啊 那些问题其实可能并不是 软件团队的研发的质量 或者什么的 那不是一个 一个只有软件团队才能导致的问题 这是一个可能 可能是一个 从一个产品的整体的研发角度 包括硬件 包括我们的研发方法 包括我们的各种管理方法 甚至还有一些 能力由于我们的规模变得很大 以至于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 非常好 非常适用于我们这种 传统行业研发的这样的工具的模式 然后导致 有很多的原因综合导致 产生了这样的一些 或者那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体现在软件这一方面 但是实际上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软件的问题 当然真的要遇到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要 你要非常要 要那个反过来 不停的反问自己 那这样的问题 到底它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要进一步再往深去看 其实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这 其实说呢 现在我们已经真的是站在这个 领域的 这个 前面了 其实再往 其实已经 像过去的这些年 已经没有什么经验 可以供我们去参考了 这个我也挺有共鸣的 就是因为 不论是 这个自动驾驶 叫它自动驾驶 因为其实是广义的 就是整个端到端 包括我们擅长的底盘 车控 它也是自动驾驶的一个执行 或者是小脑中枢神经 如果就是说 把这台车看成一个 修文书中说的大号的手机 或者是看成一个巨身 机器人的话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在玩人工智能了 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 就是 就是在玩这个 那既然是人工智能的话 其实 在整个全球 虽然有 这两年的这个 千行百业 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了 但是实际上 还是在盲人摸想 包括最近 其实李飞飞也在做 这个空间智能啊 这个新的一些 物理世界的探索 所以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去怀着一个初心 就是 归零吧 就是很多机会 固然是很重要 需要去传承 但是像新的东西 我们都要拥抱 未知 然后去多学习 多去交流 也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用这么宝贵的一个 节假日的晚上 来一起陪伴 非常非常感谢 也希望这是一个 开始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 一个时刻 一个点 然后 那我们今天就 要么就正好 十点 差不多 二十一点五十九分 就意犹未尽的 就结束 然后后面 想加微信的 你们也都可以告诉我 就加大神的微信 或者是 可以再怎么样 去有一些社区的讨论 OK 那么再次感谢 所有的伙伴们 谢谢 来自两位 来自山西的 那个大神 OK 那我们就 say bye bye了 晚安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拜拜